8月6日 喜欢德云社的网友发现 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到德云社官方发布的节目单 看到这一幕 很多人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那就是因为疫情 德云社小剧场可能面临停演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不少网友去票务系统查看 结果如大家所料 北京 南京 长春 黑龙江 这四个地方的德云社小剧场 并没有更新票务 只有天津德云社更新了下周的节目单 有句话说得好 乌漏偏逢连夜雨 船破右雨打头风 人要是不顺的时候 喝口凉水都塞牙 德云社最近这段时间 就有点流年不利 张云雷的演唱会延期 郭麒麟被女网红造谣 南京德云社停演 让郭德纲老师也是有些无奈 加上之前已经宣布停演的 哈尔滨剧场 南京德云社剧场 德云社的小剧场 几乎都停止了演出 而且什么时候恢复演出 也是个未知数 这对于德云社的粉丝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本来就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德云社的专场了 现在连小剧场演出都没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今后想听相声 可怎么办呢 如今也只有天津德云社 还对外开放 当然天津德云社小剧场 对观众也是有所要求的 那就是需要接种疫苗 至于有没有别的要求 大家可以咨询一下 天津德云社小剧场 毕竟能抢到一次票 也是不容易的 相信郭德纲老师 同样是很着急 因为现在的德云社 就是个吃粉丝经济的团体 一旦你太长时间 没有活动和演出 很多粉丝就会脱粉 这对德云社 是毁灭性的打击 其实这就是粉丝 跟观众的最大区别 可能相声观众 没有粉丝那么狂热 但是相声观众 是奔着你的作品来的 而不是你的人设 颜值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虽然德云社的小剧场 无限期停演 但是第二季德云斗笑社 马上就要开播了 这也算是给绝境中的德云社 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 德云社可以用这个节目 来维持住演员的热度 维持住德云社的话题度 所以说 郭德纲老师确实是有远见 如果没有这个德云斗笑社 德云社恐怕会比现在还要困难 作为如今 为数不多 还坚持传统艺术的团体 我们希望德云社 能顶住压力 保留住相声的火种 同样也是希望德云社的粉丝 不要因为喜欢演员 才喜欢德云社 应该把注意力都放在作品上 德云社暂时停止演出 相信演员们也不会闲着 一定会准备出最好的节目 等到恢复演出的时候 为我们的观众带来更多的欢笑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